大家好 这个特务专场呢就到这结束了 然后今天呢开始咱们会有一个新的专题 是来给各位在这样一个开了吧 这个麦开着了 对在这样一个咱们这个比较这个算是特殊的时期啊 然后给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的这些主题 然后呢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啊 它并不是说这个我们对我们过往的历史 或者说我们曾经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岁月 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不但可能是这个宣传的多了 可能是不够多 可能是这个并不够 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先烈呀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一些过往的这些事情啊 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小小的这个误区呀 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曾经可能一知半解的一些事情 所以咱们接下来呢就开这样一个专题 然后呢今天就由我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啊 大家已经看到预告了哈 这个会有我们图书号的主播啊来这个打头阵 然后给各位来分享我们的这样一些书籍 然后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些共和国的元勋们 那些留下名字的没有留下名字的那些人 他们曾经啊为我们的这个华夏儿女 为我们的这个祖国那曾经做出那些贡献 那今天呢这些书籍呢 大家如果要是没有看过的 或者是一会儿您听完我讲之后 或者听到我讲的过程当中 如果您觉得您为之动容 或者您觉得这些是我一个应该去了解的 我原来了解的不够 那么您可以去下单 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特部专场呢 属于是六遍事 那接下来呢其中到了这个月亮的环节 那么就不真的不是为了说 这个要卖多少钱或者怎样的啊 完全就是根据各位的这个需求来就行了 然后呢这些书籍啊 比如说这个红星照中国啊 爱德加斯诺的作品那当年咱们长征已经胜利之后 那刚刚胜利嘛 这个爱德加斯诺作为一个美国人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延安 那这个在当时属于叫边区了嘛 然后在跟这个刚刚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的这些革命先烈们 那曾经有过很多的这个交流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这个 现在因为基本上都已经过去了啊 斯诺都已经去世很几十年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那个可以说就是尽可能的达到了一手资料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所以这本书大家可能会了解到 他有两个教法 一个叫做红星照中国 另外一个教法呢叫做悉行漫迹 这个书在当年是禁书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 为了理想为了信仰 为了一个你自己都可能一知半解的一个东西 然后居然去为他付出了生命 为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然后这本书呢 在就现在这个版本啊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大概五六年前再版的 在当时依然卖出了 就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卖出了三百多万册啊 这应该我没有记错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让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场景 但是却未必真正对他有多了解 我们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建国之后 那这个为我们的国之重器啊 曾经付出过一代又代努力的 比如钱三强啊 钱学森啊 邓家仙啊 然后以及这个在其他领域 那比如说这个袁隆平老爷爷啊 等等等等 这个刚刚去世不久 他们其实都在各自的领域 发光发热 都在各自的这个 基于自己的这个学识 然后基于自己的这个擅长的领域 为我们的今天人的生活 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那么还有就是这里是中国 这个书呢 大家可能在很早以前啊 就已经见过了 或者说是买过的 大家可以看看 当你打开这个炙热的红色的 这样的一个封套之后 里边是这样的两本书啊 很久没给大家讲过了 上册呢 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地理啊 山川啊 然后下册呢 讲的是伟大的工程建设 赵丽啊 还是把后面这个给大家念一下 一百年我们重塑了一片山河 一百年我们振兴了一个民族 一百年我们改变了一个国家 这里的我们也包括你 这是写在后边的哈 这样的一个结语 嗯 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 帆布的环保袋子 然后以及一张海报 那这些 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其实很多时候都忽略了 其实在我们可能已经 睡觉了以后 还有很多人在大街上工作 我们可能在 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幸福啊 抱怨我们自己的这些 日常当中可能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 我们在抱怨自己的这个岁月啊 在不断的流逝 然后自己可能很多 想达到的这个事情还没有达到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是在放 放眼更大的一个维度 或者板块去看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未必如此 你可能会发现 还有更加更加 多的人曾经在默默的付出 或者正在默默的付出 只是我们忽略了他们啊 那么长征 鲁迅先生 然后还有我们的红星照中国 以及这里是中国 这些书籍呢 是今天摆在这儿的 我不想去把它弄得特别的功利 我也不想去把它做得太这个 叫做这种现实 我们既然已经今天 已经一天的特部专场了 那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来给大家 来讲一讲我们的这样一个千年华夏 我们青春的中国 我们今天的青春是曾经有很多人 付出了他们的青春 才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能够让我们享受和平 当下我们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 基本上应该都是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我们不是说要经历战争才能成长 或者说才能够体会到什么 那我们也不希望经历战争 我们热爱和平 我们热爱这个美好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 只是因为我们 从建国后到现在 那大部分的人是在这样的一个 被国家也好 被我们的这个军队也好保护的 让我们没有经历到 没有让大部分人经历到战争 我们享受的是和平 我们可能接触战争的方式 就是在书本上 在电影电视剧当中去看到 而真正我们如果去回溯到那个时代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未必是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可能在很多人 他们的那个一生当中 反而不知道什么是和平 我们今天人可能不懂得 什么是真正的战争 而再往前倒几十年的话 可能有很多人 他们一生没有经历过一刻的和平 他们可能对于和平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 就是非常非常奢望的一种奢侈品 所以呢我们今天很有必要 去了解那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也很有必要去 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那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历史老师 我们就让我来开启了 这个系列的这个第一讲 那么接下来未来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图书号的主播会为首 去给大家来这个 陆续应该会有更多的主播加入 会在这个图书号 那可能未来还会做得更加的大一些 去给各位来讲一讲 我们的这样的中国 我们千年的历史 我们在当下的生活当中 是有多少人在背后为我们付出了 我们才能够享受如今的幸福快乐 那回过头去看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中国近代史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有千年的文明 但实际上呢 我们对于历史的划分 我们对于大部分这些事情 它的来龙去脉 甚至于说对于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1949年 又如何从1949年一直走到今天 可能并不是很了解 那么还是啊 这个如果是老观众的话 您可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那么就您就播荣啊 再听一下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里 还是会有很多新朋友进来的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共和国历史啊 被称为叫做中国当代史 或者叫做中国现代史 那是1949年至今 那么我们又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这个就不讲了 我们来说啊 从这个1840年开始 中国进入到了中国近代史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直到1949年 那么中间这将近啊 110年的时间 被称为叫中国近代史 我还是把这词写的规矩一点啊 叫做中国近代史 那么整个中国近代史呢 如果你要是按照我们所谓的说 这个时代或者叫朝代来划分的话呢 那么它的节点应该卡在 1912年的2月12号 在这个期间是清朝 当然了 这是我们俗称的晚清时期 那么从1912年的1月1号 中华民国建立 那么到1949年 这个民国38年 然后他们去到了我们的宝岛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中间这38年的时间 叫做中华民国时期 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新闻上 在电视上看到的大量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一些在历史上 没有解决完的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 不要认为我们现在 真的是在一个 就可以放肆的去享受生活的一个时代 其实未必 还有很多人曾经 乃至于到现在啊 依然在努力着去为这些古代史 近代史 近代史不同的时期 所留下的问题 依然在善后 我们在这就不说那么细了 大家其实明白的都明白 那么这是两个历史时期 一个是晚清时期 从1840 清朝虽然是1644年建立的 但是呢 他1840年鸦片战争 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 近代史这样一个维度 那么到1912年 清朝皇帝 在2月12号 就是溥仪宣统皇帝 下朝退位 那么1912年1月1号 那民国建立一直到1949年 然后他们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政府 那清朝的时候 毫无疑问了 应该是什么政府啊 应该是清政府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对于中华民国来说 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是有一些 这个误区的 中华民国一共有几任政府 我们把伪政府就不算了 他其实是有两任政府 那么时间节点呢 我们卡到1927年 在1927年之前 是北洋政府 北洋军是怎么来的 大家可能都听过啊 就是北洋军 北洋政府 但实际上 大部分的朋友 可能在这方面也是一个 学术的一个小缺失 北洋政府怎么来的呢 其实大家听说过 甲午战争时期的北洋军阀 不是这个北洋海军 对吧 这个北洋水师呢 是当时清朝在洋务运动时期 搞的三支海军之一 一个是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 其中北洋水师 大家听的更多 因为他是参加了甲午战争的 那么这个是李鸿章的 这个个人武装 当然是为大清效力的 然后呢 南洋水师是张之洞的 没打过仗啊 几乎就没打过仗 福建水师呢 是左宗堂的 在1883到1885年的 中法战争期间 马尾海战就已经全军覆没了 所以三支海军当中啊 北洋是最出名的 因为他是李鸿章 同样呢 是参加过甲午战争 那李鸿章在 这个甲午战争之后 被骂成外国贼嘛 因为他去日本的马关 就是今天的下关岛 关门海峡那边 签订了这个 丧权入国的马关条约 所以后来呢 他就短暂的退下了 一段时间 而这个北洋水师 虽然全军覆没了 但是人媒都死干净啊 所以呢 归着归着 变成了陆军 由德国教官来训练 那么这支小部队的 这个统领 就是袁世凯 那么 当时这个袁世凯 他就去天津小战 练这些北洋军 就是曾经的那些 北洋水师里边呢 剩的那些人 然后再重新招新的 形成了北洋新军 所以大家明白 袁世凯 为什么后来能够成为 中华民国 对吧 孙先生只当了一天 临时大总统嘛 而袁世凯 为什么能够成为 中华民国的总统 乃至于后来又开始复辟 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去 做了这个 北洋新军的 这样的一个老大 然后手下呢 培养了很多的 这个后来著名的军阀 比如说 北洋之龙的王世珍 当然王世珍是文官 然后北洋之虎的 这个段祺瑞 和北洋之狗的冯国璋 所以这些都是袁世凯 曾经练出来的这些 就是手下 那么在日后的民国期间 都是这个赫赫有名 我们在这赫赫有没有 没有褒义贬义的意思 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 那么后来等到这个晚清 实在是这个 没法维持统治的时候 袁世凯从中调停 一方面呢 这个去骗溥仪他爸 就是摄政王载风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确实 比这个当时孙先生 他们的这些革命党人 要厉害的多 所以在这中间 他就成为了一个 有话语权的人物 那么最终 把大清弄没了 然后呢 这个民国又归了他自己 所以这件事情 被称为叫 袁世凯 窃取 辛亥革命的 胜利果实 那孙先生自己 即使当了一天的临时大总统 而原成为了中华民国真正的这个大总统 那么所谓的北洋时期 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能听明白的哈 那么袁世凯后来在这个 当了民国大总统之后 他又发现 不太对啊 民国就是民而不国 然后呢 共和就是共而不和 总统就是总被人统 这个很乱呀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去看这个 从一九一几年到一九二几年 中间这一段啊 北洋时期的中国 真的比大清还乱啊 确实是这样 他比大清还乱 军阀混战啊 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各路军阀 那主力就是三大支嘛 直系凤系和晚系啊 其中像凤系军阀 就是土匪昭安来的 就是张作霖他们那帮人 然后呢 这个直系和晚系就更别提了 那都是这个袁世凯的 所谓直系的这些部队 然后四川地区啊 还有各个地方 都有这种小军阀 各种打 那比清朝其实还乱 所以袁世凯作为一个封建 这么一个地主阶级的人 那他等到了民国这个时期 可他的心还是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旧时代 所以这样的话 他觉得还不如有皇帝呢 于是在1915年的时候 他这个把民国改成了这个中华帝国 就把中华民国改成了中华帝国 那么他自己呢 就称了皇帝 那所谓叫红线元年嘛 可是这样的话呢 引起了全国的声讨 所以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 那么新文化运动期间 这个各民族各阶级都在觉醒 各个阶层啊 农民啊 然后这个学生 然后工人阶级都在这个不断的去觉醒 所以这样的话 袁世凯在一片声讨当中 1916年他就死掉了 袁世凯死掉之后呢 等于能够摁住这些军阀的人就不在了 所以直系凤系晚系军阀 先后开始统治中华民国 所以整个这一段期间叫做北洋时期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北洋政府那统治下的中国是极其之混乱的 那么民不聊生 大家可能看过一些 比如说这个夜谭时期 然后它改变成了电影 叫做让子弹飞 大家可能看过 说这个哪哪哪的税 已经收到了这个民国多少多少年了 也就是西里20多少多少年了 对吧 就这种感觉 这在当时都是真事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历史考证 当时在四川地区曾经有军阀收税 因为四川小军阀特别的多 这个曾经收税 如果真把那个税收的时间给加上的话 能收到1986年 你能想象吗 非常荒诞的一个时代 所以呢 在当时这个孙先生 他就更加的痛苦 更加的难受 我一手缔造的民国 那么虽然说民国结束了当时的这个 大清的这种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这个时代 可是民国并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民国并没有让中国真正的摆脱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的这个孙先生就开始要思考了 所以呢 改组同盟会为那个那个党 我们原谅我们在直播间不能说出来啊 改组同盟会为XX党 于是这个时候 孙先生也觉得 我要给这个党注入新鲜的血液 放眼全国望去 那么在当时 1921年建立的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是非常新鲜的血液 并且有着先进的思想去指导 那么代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代表了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的这种利益 所以孙先生在生命的最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就开始了这个想跟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在1924年当时的XX党召开了一大 那我们的这个21年是中共的一大嘛 然后呢24年的时候 这个改组完之后的这个XX党 他们也召开了一大 于是呢就开启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次合作 那我们的这个共产党跟那个党那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这是孙先生在临死前 那他1925年在北京的东丹协和医院铁狮子胡同这边去世的嘛 他生命中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促成了这个 这么说可以啊 国共合作 那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那因为第二次合作就是抗战时期嘛 那么这个当时呢 合作是为了干嘛 就是为了推翻北洋政府的这种封建腐朽的这种统治 所以在这个1925年的时候 那孙先生呢这个就去世了 但是24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这个决议了 那要跟中国共产党合作 所以从1924到1927这段时间 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把它记住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阶段 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哈 从1924到1927 这个时期呢有两种叫法 第一个呢叫做国民大革命 叫国民大革命 同时也可以叫国共间的第一次合作 因为我们一共有两次合作嘛 对吧 理论上还有第三次呢 这个国民大革命也叫第一次合作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当时对准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北洋军阀 那么直系缝系晚系三路军阀 那么其中在1926到1927年 那么是国民大革命也可以叫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高潮 就是北伐战争 那么北伐战争当中的著名的英雄将领 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如果要是这个活到这个55年受闲的话 那袁帅必然有他了 对吧 因为这个叶挺将军后来不是这个坠机 这个身亡了嘛 所以后来新四军 这个仅存的就是我们的陈毅袁帅 对吧 所以就是 就是就没办法了 就是所以这样 所以叶挺袁帅非常遗憾的一个人物啊 那么26到27年是北伐战争 那么消灭的就是吴佩福 孙春芳和张作霖的三路军阀 那么吴佩福跟孙春芳都是这个晚戏军阀 他们两个是真的被打 彻底打没了啊 军队被打没了 而这个张作霖的话呢 他因为是他的根据地在东北地区嘛 虽然说这个时代哈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热兵器时代了 但依然啊 这个跟今天这种有了导弹呀 飞机呀 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比的了 所以当时打到北京 就已经到极限了 那因此呢 这个张作霖是战败之后 退回到了这个东北老家 但你看凤隙军阀依然存在啊 只不过这个 就是没有彻底被灭掉嘛 但从这来看 北洋军阀的统治 就已经算是被彻底推翻了 那就基本推翻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国民大革命就结束了到27年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种 更加更加艰苦的时代 对于咱们中国共产党来说 才刚刚到来 那么我们的长征 我们的这个 埃德加斯诺写的 《红星照到中国》 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接下来的这个历史时期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说啊 从1927年 大家看的哈 国民大革命结束 也是北伐战争结束的这一年 那么从1927到1936 或者你写1937也可以哈 这段期间就叫做十年对峙时期 这个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时期 也是很多人陌生的一个时期 这个十年对峙 就是国共之间的十年对峙 那么你看 正好从27到36年 是十年的时间 因为37年全面抗战就爆发了 所以呢 我们要开始跟他有了二次的合作啊 所以你看 国民大革命是第一次合作 消灭的是北洋军阀 打了十年之后 二次合作是因为日本鬼子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再回溯去看的话 这十年对峙是为什么开始的 你不是合作吗 那好 我们再把镜头往前倒几年 在1925年 刚才我说过哈 这个孙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那么他呢 在这个临终前 曾经这个就是政治遗嘱 都是由汪精卫帮他起草的 理论上来说 这个孙先生继承人应该就是汪 但是呢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文官 一个一介文人嘛 这个他的精卫都是他的字啊 他真名叫汪兆明啊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懦弱啊 然后呢 有点这种小心思的这么一个人 而没有掌军 你没有军权呀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那败给了这个蒋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在孙先生去世之后 由于在这个 国民大革命期间啊 蒋是有蒋校长啊 有军队嘛 所以这样的话 后来的势力就逐渐的 这个大起来了 然后汪精卫呢 跟他这个斗争就失败了 所以后来为什么汪精卫 在抗战期间堕落成这个汉金 那就是这样嘛 政治斗争失败了 所以呢 这个 为什么管他叫蒋校长 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的啊 因为在这个国民大革命期间 也就是第一次合作期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啊 一个军校叫做黄埔军校 在一个岛上啊 今天大家这个广东地区的朋友应该很熟悉 那在这个岛上有一个学校 那当时呢 在这个军校当中培养出了大量的 后来这个两党的这些优秀的将领 那么这个比如说啊 咱们的十大元帅当中啊 就比如说林帅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个叶帅 对吧 包括这个好来的这个 咱们大将里面的成庚大将啊 成庚大将是一期啊 那然后像像林帅 他们都是四期 有的是三期的 包括这个徐帅 徐向前徐帅 那都在这个黄埔啊 所以他是一个速成班 半年一期 所以比如说你是第一期 你是第四期 中间差多久 一年 那他是半年一期速成班 所以他更多的不是教你去 怎么怎么挖战好 怎么打仗 不是这样 他更多的是在给你啊 做这种 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打仗 我们为什么要打 我们要打谁 那然后呢 要开枪 枪朝谁开 那为什么要开枪 我们要干嘛 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他是这样 所以其实在这个黄埔军校 那当时呢 那个蒋就是校长嘛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后来的总理啊 周总理是当时的这个政治处的主任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当时原本其实是两党合作嘛 可是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蒋校长这个人啊 他还是有一些这种啊 个人特殊性的 所以呢 在1927年当北伐战争啊 已经基本取得胜利了 这三路军阀 吴沛湖 孙川芳 张作霖 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翻脸了 于是呢 在1927年的时候 这就是对于我们当时啊 一个上没有军队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说 非常非常这个艰难的一件事就出现了 这件事情呢 就是1927年的这个一个是发生在4月 一个发生在7月的两个事件 4月份呢 是412 这个是由蒋啊 在这个上海发动的 然后呢 7月15号的时候 汪精卫那又在武汉发动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事情 是的啊 那么标志着 那第一次合作就破裂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时候我们属于叫什么呢 属于叫党内合作 因为当时咱们共产党是没有军队的 对吧 大家没有军队 21年7月23号 在上海法族界望之路 我们虽然说建党了 那后来包括在南湖游船上 虽然建党了 但没有军队 那么6年多的时间没有军队 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 我们是属于是党内合作 这种关系 所以他一翻脸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两个地方 一个汪一个蒋 开始这个大肆的去 这个屠杀我们当时的这些中共党员 所以没有办法 在这种危难之际 27年是一个 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 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创建的开始 大家应该对这件事情并不陌生 1927年的8月1日 我们开始了南昌 起义 那么这件事标志着我们人民军队的创建 而同一时期啊 对于这个蒋来说 人生非常得意的这个时代就到来了 因为你看啊 当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 孙先生也已经在25年就故去了 那么他呢 接下来就是成为了所谓的这个当时中国的那这个统治者 那么这段时期呢就是国民政府 然后他的这个首都原本是定在了南京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 今天你去南京也有总统府 但是为什么咱没写南京国民政府呢 因为毕竟抗战的时候 对吧 迁到重庆去了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严谨点 就直接写国民政府 就不写南京国民政府了啊 因为中间在这个抗战期间 那迁到过重庆作为这个陪都 那么回到这个镜头啊 看我们的这个共产党 在1927年8月1日开始了这个南昌起义 由这个贺龙元帅 后来的贺龙元帅 包括周总理他们进行这个武装斗争的开始 那么当时呢进攻的就是大城市江西的南昌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也对这个什么叫陪都 陪都就是这个副首都 因为在当时只能这么叫了 而且我一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跑到这个重庆去 为什么跑到那一会告诉大家 不要着急 这些书籍啊 尤其像这个长征 我们其实看长征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我们自己这一边的视角来看 今天我会给大家 以两种视角来去给大家看这个 我们的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啊 而且请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就是猎奇的事情 并不是 那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么一个 呃 征程啊 这个王树增老师啊 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共和国历史的 这样一些著名的战争啊 战役的这个作家 有些人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如果你想更加体会一下 那个年代的人当时经历过长征 或者说是经历过这个长征之后 那个时代跟长征的那些参与者 曾经接触过的人 那么你可以去看看这个红星照中国也叫西行漫迹 就是埃德加斯诺啊 作为一个美国人写中国当时的这个一支军队 他们如何征程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曾经合计一直是禁书啊 尤其在冷战期间啊 都是这个这个禁书 但是这本书啊 就现在这个版本大家看到哈 不要小看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在2015年还是16年17年左右啊 具体我真的忘却这个时间了 在当时再版的两年多的时间 又卖了300多万册 能想象吗 70多年前的一本书 在大概几年前再版的时候 又在这个当时卖出了几百万册 那妥妥的畅销书啊 今天一本书能够卖到这个两三万本 那妥妥畅销书了 这本书卖了300多万册 美国人写的 艾德加斯诺啊 然后这个咱们继续说南昌起义 嗯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个马克思主义该如何去 呃 践行该如何去运用 这个不能说啊 你不能说 哎呀 你们怎么想不明白 你们怎么会出错 太正常了 我在生 在这个图书号直播的时候啊 包括有些大号 我经常给各位 就是分享一个观点 大家可以静静的听一下 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我们生活当中啊 经常会遇到马后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太多太多的马后炮了 就是基于结果去分析过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生活中太多太多这样的人和事了 呃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或者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你当拿到结果了 无论是成功的结果 还是失败的结果 这时候你去说 你看这个人成功了 他必然成功 然后倒推 你看他当时这样 他曾经这样 他原来这样 那废话嘛 用你说嘛 不用啊 对不对 拿到一个失败的案例之后 你看我必然失败 你看 这不是废话吗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 对吧 就是拿着结果倒推过程的人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你从这样的话是找不到这种太多的这些经验教训的这种总结的 你如果要是踏实的话 如果想真的得到些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 我推荐各位 把所有的事 别管结果 回到那个原点 回到那个事情发生的起点 你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时刻 再去看一看 就像长征 就像我们的当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问题 这是多少代先烈不断的试错试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结果 在当时 对吧 没有人知道结果 你就想一下哈 21年加入咱们中国共产党的人 那些筹备建党的13位代表 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的人 长征期间加入的人 他们知道49年我们会建国吗 他们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49年吗 他们知道自己能活到明天吗 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拿结果倒推过程 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带节奏啊 或者说是春秋笔法 断章其意的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面对这些人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思维是一个宏观的 就是我们自己看过大量的史料 而且哪怕同一件事 你也要看不同的人去写 对吧 每个人站的角度都不一样 同一件事 你去看看讲的日记 去怎么写这件事情 你去看看我们的这些曾经 那这些这些平民 那包括我们的战士 包括咱们的这些领导人 是怎么写这件事情 你可以综合去看 对吧 我们也不去给你带任何的节奏 你去看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人在不同的角度 基于自己的这个位置 怎么去看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 这样去看待这个历史的话 你会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 你在生活当中也不会轻易去定义别人的人生 或者别人的所谓对与错 是这样的 大家有时候经常会发现 一个人过来 你应该这样 你们家应该这样 你们公司应该这样 你应该这样 可能有点道理 但是呢 一件事情 它或许是一二三四五 对吧 那个外人 那个他 可能知道一 知道三 但是二四五 他并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时候 那你想想 如果是我的话 推门进您家 哎 你们家这么做不对 你这个这么做不对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这样 你们怎么不这样 不那样 您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那么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吧 你可能确实 基于你看到的这一点 来分析我这个事是对的 但问题是 你知道是事情的全貌吗 或许不是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看待 伟大的这些长征 包括当年 我们在这个历史上 所犯过的错误 大家一定一定要 辩证的去看待 真的是这样 很简单的一句话 叫换位思考 叫辩证思考 你知道多少人 是做不到的吗 真的生活当中 你很少见到有人 能做到真正的换位思考 或者叫辩证的思考 对不对 我们当年的这个 历史上 有没有这些政治家 领导人犯过错误 当然会有了 但是他们的主观 是想犯错吗 并不是 因为这条路 没有人走过 没有人告诉你 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所以你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 你只能 走一步 试一下 走一步 试一下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真的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再回头 去看南昌起义 当时它是失败的 南昌起义是失败的 对吧 虽然说我们建军了 但南昌起义本身是失败的 当时我们想的是 马克思主义 是指导什么人运动的 工人运动 对不对 那工人在哪 在城市当中 所以我们你看 上来之后 南昌起义打哪 打南昌 省会城市 但是装备不够啊 但是在当时人也不够啊 几个战士用一条枪啊 子弹也不够啊 所以南昌起义虽然说标志的建军 但事件本身 它是失败的 那这是南昌起义 那么之后呢 咱们的伟大领袖 在同一年 不远啊 在1927年 还是这一年的9月9日 发动了秋收起义 它的地点呢 在香干边 湖南和江西 的边境 所以香干边 秋收起义 那么这场起义 是咱们维大领袖 亲自指挥的 但最终也是以 失败而告终啊 还是当时没有 明白 马克思主义 应该怎么样去 合理的应用 所以这些我们 不能去责怪 没有什么可责怪的 你放到那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没有人知道 怎么办 没有答案呢 那个时候就是 没有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个一个新鲜的事物 应该怎么用才能把它发挥到极致 没有人知道 秋收起义 依然以失败告终 但是在这个秋收起义 失败之后 咱们的伟大领袖 至少想明白了一点 我们现在的实力 太弱小了 所以如果跟蒋 他们这拨人去硬钢 有戏吗 没戏 所以怎么办 伟大领袖 在这件事之后 他就明白了 我们要去哪 我们要去农村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我们要基于中国的国情 去运用这个主义 去运用这个思想 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来说 大家今天可能又会被一些这种 营销号或者什么带节奏 没说营销号都不好 但有些确实很影响 说浪漫的民国 对吧 哎呀 我们这个浪漫的民国风 这个浪漫的民国老街 你要知道民国 就是少数人的狂欢 你看到的都是那些姨太太们 你看到的都是那些当时的 这个商人们 那些成功的这些 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成功的那些人士 你看到是他们 你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 都生活在赤贫当中吗 你知道当时那些更多的人 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吗 可能历史自古以来 很少记录平民的事情 对吧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王后将相的 之暖兴衰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公平密文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 将领们如何挥斥方求 而对于百姓 从古至今 不能说至今啊 至民国 对吧 可能记录他们的事情 太少太少了 因为跟今天也不能去比 对吧 今天咱们是信息时代了 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有 大量的影像资料去有了 你支换到民国 对吧 你支换到再早个 这个大几十年的时候 你老百姓没有这些录像设备 你也不可能记录生活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个时代的话 当时伟大领袖 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关键点 我们现在直接照搬 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工人的数量太少了 全国工人数量 在1919年 咱们标志的这个工人阶级 登上这个政治舞台的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五四运动 那时候全国工人才200万 但中国有上亿人口 四个多亿的人口 五个亿的人口 你这200万工人 你撒到全国根本不够 所以像我们要是跟这个康有为 梁启超 对吧 或者孙先生 他们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还在搞这种精英革命 是没有用的 他们当时就是受这种 西方这种影响 当然没有说他们这个就错 他们是错了 也是个好事 你虽然没有证明你能成功 但你证明了哪条路走不通 这依然是好事 再替所有的 可能在今天 虽然未取得多大成就的人们 这些人们特别多 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一生当中 都不太可能取得那些 惊天动地的大成就 对吧 那么失败了 或者我这一生也没有太成功过 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 我来告诉大家 个人浅见 真的个人浅见 有的人 他走通了一条路 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你厉害 你值得尊重 你很了不起 没有问题 但你不能只看他们 为什么 因为 We cannot travel every path 每个人不可能把每条路都走一遍 你能够控制的 只是自己的内化 这些各种的外部机遇 内部机遇 一些巧合性的东西 偶然的一些事情 对吧 这东西是不可控的 所以成功者固然要看 但不能完全看成功者 因为那条路你不可能再复制了 对不对 那么很多失败者是我们往往忽略掉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去看一些失败者 他为什么失败 会更有道理 会更有意义 为什么呢 这些失败者会更多 对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你今天比如说同样想奋斗某一个同样的目标 那最后就一个人成功了 可能有上百个上千个失败者 但那些失败者依然有意义 虽然我没证明怎么能成功 但我至少证明了哪条路走不通 对吧 对吧 那么你如果只看那个成功者的话 他的路你能复制吗 他具备的条件是10 你可能只能具备4 那那6个你具备不了的话 你靠佩他 你成功不了啊 对不对 可是那些失败人 他们为什么失败 走了哪些弯路 我们在哪 决策失误了 你把这些看完之后 下次至少你可以不倒这些人的覆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只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成功的各行各业 各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成功者身上 那些失败者 嫌有人去真正的关注他们 而这些人可能比单纯的那个成功者还更有意义一些 当然我这只是个人浅见啊 那么我们再回到秋收起义来说 失败了吗 失败了 南昌起义也一样 失败了吗 失败了 但咱伟大领袖想明白一件事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团结更加广大的人民群众 去哪 去农村 所以后来在这个南昌起义之后啊 到8月7号就有一个八七会议 在八七会议之上 你看八七会议是8月7号嘛 比秋收起义其实还早呢 在这个会议之上 把这个当时那犯了这个保守错误的那陈独秀 给这个清算了 然后呢 纠正了这个当时的道路 然后我们继续武装斗争 但是这个时候 伟大领袖明白了 不能进城了 进不去 所以干嘛呢 退到农村 退到农村 然后在这个同一年10月份 还有一场广州起义 咱们就不写了 那算了还是写什么 1927年啊 10月份还有一场广州起义 同样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看到哈 中共刚刚有军队的时候 咱们中国共产党刚刚有军队的时候 三场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伟大领袖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干嘛 我们要去农村 我们必须要去农村 因为在城市当中 我们是进也进不去 进去之后 能团结的这些工人阶层 也非常之少 全国才几百万人 根本就不够 所以呢 基于国情 你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到了这个 这个10月份的时候 咱们陆陆续续 就开始进入到了什么 这个井冈山的斗争 所以啊 大家看 从1927到1936年 这十年就叫做 国共之间的十年对峙啊 那么我们首先呢 就先到了这个井冈山 井冈山是哪啊 湖南 湖北 对吧 然后包括江西 都是这种比较这个山丘啊 然后这种河谷啊 比较多的地方 它利于割据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句话 叫做农村包围城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那么在十年对峙期间 咱们的中国共产党 就三件事啊 江西和湖南和湖北的 两省交接处嘛 就是咱们的这个井冈山地区啊 红色的这个圣地 那么三件事 我们整个在十年对峙期间 就三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武装斗争 一定要武装斗争 不能再吃亏了 因为当年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有军队 所以当这个蒋一翻脸之后 立刻这个咱们就被这个 蒋和汪嘛 翻脸之后 立刻咱们就吃了个大亏 所以第一件事武装斗争 然后第二件事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土地革命 第二件事土地革命 第三件事就是根据地的建设 所以大家请记住哈 在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这十年之间 咱们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跟国 国对峙的这十年当中 我们就是这三件事 根据地建设 土地革命 以及武装斗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遭受到这个 蒋这边的部队的这个打击 这个词啊 就是咱就不能说出来哈 大家懂得就都懂哈 就当时的这个XX党 咱们名义上哈 28年的时候 这个张学良降下了武色旗 因为北洋政府的旗子是武色旗嘛 他爸张作霖就是北洋军阀嘛 降下了北洋的这个武色旗 升起了那个旗 表面上看起来 那当时的中国统一了 但实际上不是啊 这个蒋他只是当时的这个军阀之一 就是他虽然是名义上 他是中国的这个统治者 但实际上并不是 那他只是之一 那么他是中央系 还有李宗仁白崇喜的贵系 还有这个张学良的新凤系 还有阎锡山的晋系 抗战期间的那个 所谓的晋随军 大家看过亮剑 楚云飞那个晋随军 那阎锡山的手下 那不是蒋的手下 那不是蒋的直系手下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曾经的这个军阀啊 这个冯玉祥啊 他是西北系 所以光大派系就这五个 其他的还有好多呢 湘系 然后这个 这个贵州这边的贵系 然后包括云南这边 还有龙云他们 然后再有四川一大堆 什么王家列 对吧 一大堆小军阀 多的是 所以这个看到了吗 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大派系之间互相 川系是一个大概念 里边一堆小军阀呢 谁也不服谁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咱们的伟大领袖 就想的非常的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一定要在井冈山 这种地方这个生存 因为这是贵系和中央系的交界处 那么你们双方都不希望 自己去费多大劲 然后来这个剿灭我们 那这样的话 反而我在这儿 就能够夹缝中生存 所以这是当时非常非常 这个厉害的这么一种战略 我弱呀 我弱小啊 对吧 但我要为了生存下去 我怎么办 那我就在夹缝中生存 你们不是互相之间 军阀与军阀之间 对吧 还是那种就是 你是这个山头 我是那个山头 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恰恰就能够夹缝中生存 然后呢 在整个十年对峙期间 三件事 坚持武装斗争 然后土地革命 那些曾经鱼肉百姓的土豪猎身 包括那些土匪们 该干掉就干掉 该消灭就消灭 如果政治角度比较高的话 那么该加入就加入 再往后就是根据地建设 在可行的情况之下 巩固现有的这点地方 虽然说都是在这个边境啊 或者是这个两省的边境啊 这种地方 或者是在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但是没关系 咱们可以慢慢的 叫什么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争权 不着急 慢慢来 慢慢的去发育起来 所以这是当时 我们在井冈山斗争期间的这些事情 基本上算稳住了阵脚 然后此时此刻呢 蒋就发动了这个 大量的围剿啊 一共有五次围剿 第一次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围剿 都是由咱们的伟大领袖 那用游击战的方式 用游击战的方式 打退了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注我扰 你注扎我去骚扰你 然后敌疲我打 听起来好像 哎呀 不这么光彩呀 怎么听起来这么这么怂啊 废话 只能这样啊 打不过呀 对吧 打不过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用游击战的方式 我们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 并且让这个星星之火 可以一直保留下去 那么又是一方面 去利用了当时这个党 这几大军阀之间 包括小军阀之间 互相之间的这种倾压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是名义上 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去听讲 都是这个互相之间各怀鬼胎 所以这样的话 反而给了我们可以打游击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前三次围剿 都是伟大领袖亲自去指挥指导的 那么赢了 那么但是到了这个第四次的时候 这个就出了问题了 第四次围剿呢 虽然也是胜利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咱们的伟大领袖啊 人家自己都承认啊 这是他人生当中的这个低谷 第四次围剿虽然胜利了 成功了 没有被这个国军啊 怎样 但是呢 我们这个伟大领袖在当时啊 就被这个共产国际这边 那就给这个打压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啊 一个叫王什么 一个叫这个博什么 咱就不说了啊 这个当然博是他的那个化名啊 他真名姓秦什么啊 咱就把他那王也是那个化名啊 他真名姓陈什么啊 咱就不说这些人物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另外一个人物 可以去提一下 那在这个洪星赵中国里边 包括咱们王树增老师写的长征里边 都提到过这个人物啊 他是个德国人啊 这个他的真名呢 叫做这个奥托布劳恩 他是德国人 然后到中国之后化名为华夫 那也化名叫李德 那这个人呢 他是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是德国人 那他在当时一战期间 就是德军当中的一个小将领 那一个小的这个下级军官 也不是个列兵 但是个下级军官 然后呢 后来这个被这个苏联给 被俄国俘虏了 后来在这个苏联这边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后来呢 在这个期间 因为共产国际就在苏联嘛 被派到了这个中国 那指导当时咱们的这个工农红军来进行革命 但问题在于啊 他是个什么人 就是一个德国的苏联战俘 然后在苏联 那信了这个 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然后呢 他的这个本身的战斗 这个思维啊 然后包括这种军事能力并不强 所以你把他派到这儿来 根本就不灵 然后这个李德 他本身参加的一战曾经听过我讲一战啊 一战我是给大家完整的曾经讲过的哈 这个从这个工业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到一战 然后到一战结束 巴黎和会啊 什么这个华盛顿会议 然后再到现在咱们马上不讲二战吧 对吧 最近咱就先放一放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想想啊 李德是参加一战的人 大家听过我讲一战的话 一战是什么战 是被称为最无聊的战争啊 它是阵地战 对吧 挖战壕 为什么要挖战壕 因为武器装备已经跨时代了 克鲁伯 对吧 马克勤 都已经跨时代的这种武器了 但是你进攻的话 还是这个往前冲 所以谁进攻谁死 你进攻你死 我进攻我死 怎么办呢 挖战壕 对峙 所以一战是这种战争 李德就是经历过这种战争的一个人物 所以当他派到中国之后 他指导咱们的共同红军 也希望打阵地战 挖战壕 你想想这种东西 对当时来说 适用咱们吗 根本就不适用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的这个李德 咱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瞎指挥 这完全就是瞎指挥 阵地对阵地 那机枪对机枪 碉堡对碉堡 我的天 我们有吗 对不对 你让我们跟这个 对吧 蒋那边的那些军阀这么打仗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 所以第四次围剿的时候 那咱们的这个周董理他们 还是用游击战的方式 虽然赢了 但这时候咱们的伟大领袖 那已经这个 就是比较这个失忆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个期间 伟大领袖自己回忆录里写的嘛 一直在看三国 那吧 韬光养晦 那吧 积蓄力量 然后并且思考着这个 我们的共产党 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未来 然后呢 到第五次围剿的时候 那他们这帮人的这个 势力就已经非常大了 无论是王还是伯 还有这个李 他们的势力 就李德 他们的势力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 完全交给了这个 李德 就是奥托布劳恩 那这个德国的苏联战俘的指挥 机枪对机枪 阵地对阵地 请一定记住啊 前四次围剿 也是这个 当时这个 蒋这边 派其他的军阀 然后包括中央 他的中央系就出一点兵 拿出的不多 都不算太重视 所以呢 咱们这个游击战 就能够抵抗住 前四次因为没有太重视嘛 咱们的反围剿都胜利了 但第五次的时候 蒋觉得不能再等了 那要避其共益一役 一定要把他彻底 那剿灭掉 他们在这个 井冈山啊 江西这边 把他们剿灭掉 就把咱们剿灭掉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连飞机 装甲车 小坦克 全用上了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那在这五次 围剿当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 恰恰这个时候 李德这些人啊 然后包括这个 王啊 还有博 这些 会一堆理论 但实际上根本就是照搬书本 没有什么 这种 就是所谓的说 我要这个 因地制宜啊 我要因才施教啊 我要这个 这个基于现实啊 没有这些 全是理论 一堆理论家啊 李德也是 李德虽然有这个 真正的战争经验 但您那是一战的战争经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五次反围剿 损失巨大啊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我们的这个 江西 然后井冈山这边的 革命根据地 就守不住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我们就被迫进行了什么 伟大的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这个请大家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很多在这个 前几年 那就是十年前 甚至是最近也有 但是很少了 就说这个 非常非常 这个 就是没有良心的话 说这个长征 是逃命 对吧 这些人是逃跑 长征不就是逃命吗 类似这样的话 大家肯定听过 对吧 我自己曾经在这个 我高中啊 大学的时候 曾经那个时候的互联网 虽然没有现在发达 但是你依然会看到这样的这种 这东西特别的多 请一定一定知道啊 就是这个话 真的就是没有良心 无论你是哪的人 你说这个话 就没有良心 又回到我说那个问题 你是基于结果 在这个倒推过程 你属于马后炮 属于这个 先开枪后话把 对吧 没有意义啊 当时那些参与长征的人 那些在长征过程当中加入的人 那些在当时入党的人 他们知道长征能胜利吗 请回答这个问题 对不对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长征是逃命的话 那我反问一句 这些人如果立刻 哎 我投降 我投降 我加入你们 加入他们当中 至少在当时会不会接收到这种热情的款待 对吧 去上海 那个姨太太 小洋楼 咖啡 汽车 住 坐 对吧 根据你的这个军衔 根据你的这个职务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要跟着这一个 不知道连明天有没有希望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去走一段 也不知道有多少里程的这么一个征途呢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这个 就是无法理解那一代人 真的无法理解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和平年代 他们那一代人 真的是有信仰 我在这个 自己的这个家乡 已经被这个当时的民国给豁豁成这样了 我活不下去了 对吧 你们民国就是少数人的狂欢 对吧 跟我有啥关系 对吧 我照样还是这个 汗烙 汗烙 完全平天 然后你还课捐杂税 那这样的话 反正我也是死 不如我加入你们 我觉得你们这个 精神面貌很好 我觉得你们 至少在此时此刻 说动了我 加入你们 对吧 所以会有当时很多很多人 在长征期间 虽然说大量的检员 但依然会有很多人 加入到这个部队当中 这真的是信仰在支撑 你今天说 哎呀 你看他们49年之后 还享受了什么呢 他们的后代还享受了什么呢 你请一定要知道 回到这个时间点 在1934年 这个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之后 有人知道 三六年十月份 长征能胜利吗 有人知道 抗日战争会打几年吗 有人会知道 49年我们会江山一改吗 没有人知道啊 对吗 所以 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 那么这个江西瑞金 当时咱们在1931年的时候 还在江西瑞金建设了 这个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 就是搞笑说法 咱们党内自己都搞笑的说 叫村里的共和国 那个旧址现在还在呢 你看那个苏式建筑 然后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之后 这个地儿就守不住了 所以咱们留下了少量部队 来进行抵抗 这些少量的部队 就是后来的新四军 就是这个时候留在江西这边的 后来是改组成了新四军 那么走的这个大部队 就是中央红军 当然咱们的这个红军 当时的这个编制是红一 红二和红四 不是兵团啊 就是红军的这个三大主力 是红一红二和红四 没有红三 从来没有过 有红三兵团 但没有过红三军 红一红二和红四 然后呢 中央红军 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红一军 然后当时是 最开始就去这个战略转移 那所以长征 真的是战略转移 那不是逃命 逃命是什么 我能保证我活 那才叫逃命呢 对不对 我能确定哪是安全的 我才能 我才叫逃命呢 不然的话 基于当时历史背景 你可以完全投降 你立刻能享受到好生活 对不对 所以它是战略转移 是一个 我虽然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 但是我总不想跟那帮人混 所以我要跟着部队走 我要去看一看 对吧 我们能够有多大的力量 释放在中原 释放在中国大地之上 不一样的啊 第五四半没脚失败了 那么怎么办呢 进行战略转移 所以从这开始啊 咱们伟大的这个 二万五千里长征 就正式开始了 从1934年的10月 到1936年的10月 历时整整两年 类似的事情啊 同志们 八年抗战要开始了 编这个台词的人 演这个台词的人 全剧组的人 怎么搞的 对不对 你现在是基于结果 你知道长征是两年 对不对 正好两年 三四年十月 到三六年十月 当时的人谁知道啊 对吧 而且我们今天知道长征 八雪山 过草地 对吧 什么卢定桥 大渡河 也就知道点这个 但实际上 我们在离开根据地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了 这就是湘江战役 也是我们在离开这个 咱们经营了好多年的 江西的这个井冈山这边 然后呢 还有这个瑞金嘛 大家看到就这一块 南方的革命根据地 然后咱们第一件事 就是先从这个湖南这边 奔这边走 奔西走 为什么要奔西走 咱们从双方视角 来看这件事情 还记得第五次反围剿 是谁来这个指挥的吗 第五次反围剿 围剿的是蒋那边 反围剿的是谁 这时候咱伟大领袖 是这个战时 这个属于闲置状态 被当时被闲置了 李德对吧 对 那伯 然后这个 这个 王 然后这两个大理论家 对不对 然后外加这个真正的军事指挥官 是李德 那么这个李德是个德国人 他是参与一战的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个战争素养 在当时中国根本就不适用 那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 这帮人也傻眼了 我天 怎么怎么怎么这样 所以呢 没有办法 而这个时候的 奖这边 也是德国的一个军事顾问 在给他做指挥 这个人叫做 汉斯 逢 赛克特 所以这个 咱们现在老说嘛 第五次围剿或反围剿 实际上是两个这个 德国人之间的这个斗争 这说法实在是有点拖大了 这个李德了 李德跟这个 汉斯逢赛克特是没法比的 汉斯逢赛克特 德国的上将军衔 老将军 德国人 1866年生人 1866年对于德国什么日子呀 正在彼斯迈领导王朝战争的时期 他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 而且你看他的名字有什么 有个冯 证明什么 军事贵族 荣克贵族 出身的 汉斯逢赛克特 所以当时讲这边的军事顾问 是个真正的德国的 荣克家族出身的上将 汉斯逢赛克特 是德国人 虽然说一战的时候 德国战败了 对吧 这时候二战还没打呢 但是德国有多厉害 咱们都知道 那么他参加过马恩和会战 那么在一战期间 也有过这个不小的这个军功 但是呢 因为一战结束了 那当时呢 他这个就没有什么再大的 这个往上升的可能性了 所以老将军 后来就岁数比较大了 被派到中国 被蒋请过来 做这个当时国军的军事顾问 那这是作为 主要作为中央系 作为蒋的军事顾问 单片眼镜 那老头很很帅 受骨临巡精神绝朔那种 当时很大岁数了 他三六年就去世了 你想这是三四年嘛 这距离他的生命结束 已经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汉斯逢赛克特 然后指导咱们红军这边的 是李德 也是个德国人 新进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李德是谁 李德是当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这个罪魁祸首之一 李德呢是个德国人 叫奥托布劳恩 然后在一战的期间是一个下级军官 汉斯赛克特在当时一战期间 就已经是这个将官了 所以这俩人根本没法比 都被派到中国来 一个指导咱们 就是他 李德 另外一个呢 来指导这个蒋校长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咱们这个吃了大亏 才被迫长征嘛 当时这个汉斯逢赛克特 给蒋出的主意就是 你现在不是开始挤路大军嘛 去围这个咱们的红区嘛 对吧 切个特写 去围咱们的这个红区 在当时的这个江西瑞金 然后包括井冈山这个地区啊 因为咱们江西瑞金 在当时就已经是这个核心地带了 因为31年的时候 咱们建立了中华苏维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在这儿 江西瑞金 所以那个是核心地带 就不是单纯的在那个井冈山那边了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这个汉斯逢赛克特 给蒋的这个主意就是 你要多派几座军阀 所以蒋自己是中央系嘛 它呢是从上往下 咱们从地图上来看啊 中央系从上往下 因为当时这个首都在南京嘛 对吧 民国的第二任政府首都在南京了 从上往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有这个湖南的军阀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广西地区的军阀 贵州的军阀都有参与 把咱们的这个整个红区 全部都给包进去了 但我跟大家说啊 咱们要懂一点军事思维的话 包围 大家猜哈 是要把你为死 还是要给你留个口 大家猜一猜 觉得留个口的 敲一 觉得要为死你才是正确的 可以敲个二 大家可以猜一猜 是的 一定要给你留个口 为什么留个口呢 因为如果不留一个口的话 你从哪突围 我哪知道啊 对不对 人们都是有这种主观的这种 就是人毕竟也是生物嘛 他会有这种 这个原始的本能 看哪人少 对吧 哪有这个希望 我肯定奔着哪去 所以当时这个 德国军事顾问 还是很厉害的 对吧 这位德国军事顾问哈 这赛克特还是很厉害的 要给他留个口 留哪呢 那东南西北 留哪个方向 留西边 为啥呀 还是看地图 看啊 如果你让他往北走的话 对吧 到鹰潭 到上饶 对吧 到安徽 离你越来越近啊 离你的核心地点越来越近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往西的话 直接到这个福建浙江广东 都有可能 那也不能让他去这 然后呢 如果要是往南的话 直接奔广东了 不行 干嘛 往西走 往西走 西边首先地形更加的曲折 对吧 到了这个第二阶阶梯了 地形更加复杂曲折 其次 这边还有这么多军阀呢 你可以层层层层的 去把当时我们的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军队 给消灭掉 所以当时这个计划 非常非常的这个 就是 咱们现在说的恶毒啊 就从他那个角度来说 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留一个口 留哪呢 留西边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的这个各路军阀 那都把这个出口留在了西边 然后进行了三道封锁线 然后咱们从瑞金出来之后啊 是稍微奔这个西北方向走的 所以进到哪 进到了这个湖南啊 这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 咱们接下来来说这个湘江战役啊 非常非常惨烈的湘江战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湘江战役是整个长征期间的 第一场大战 而就是这个湘江战役 就已经让我们的红军战士 损失了过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当时啊 这个几路大军啊 国军这边几路大军 然后呢围困 咱们只能奔这个西边跑 而且是奔西北方向跑 就进入到这个湖南了 那么过湘江的时候 其实湘江水 它是很多地方挺浅的 是可以蹚过去的 所以才过湘江嘛 没有桥 有桥就是那个小木桥什么的 主要就是蹚水过去 而且河面其实 咱们找的地方都是比较窄的地方 就是蹚个大概 如果没人管你的话 20分钟 那十几分钟就能蹚过去了 可是在当时 从这个湘江一线啊 三路这个军阀 层层阻击我们 万幸 万幸 国军这边 再强调这个问题 几大派系 互相倾压 比如贵系军阀 是李宗人白崇喜的 中央系才是蒋校长的 然后包括这个西北那边 有冯玉祥的这个西北系 然后山西那边 有延西山的晋系 然后张学良的新凤系 对吧 然后四川呀 这个云南呀 什么的各路小军阀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去这个 就是跟蒋一条心的 所以这种时候 这些军阀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呀 我才不想跟你应拼呢 对吧 哪怕是这个蒋下的命令 我现在也不想跟红军应拼 而且咱们再说一句啊 无论怎么样 这其实都是中国人 对吧 咱们都是这个华夏儿女 只不过是在当时这个背景之下 是各位其主嘛 对吧 各位其主 所以当时这个很多军阀 他们的态度就是 只要你是从这经过 我可能就是象征性的跟你打一打 甚至说就是对空鸣枪 对吧 我可能就不跟你血拼了 不跟你硬拼 对吧 你过去 你别影响我 这就是大家看到了 为什么这个民国是不行的 无论是北洋 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 都是不行的 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狂欢 再一方面就是 你跟那个清朝时期 跟那个封建时代没区别 都是那种军阀的做派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这样的话 都是你别影响我 对吧 你去别人哪 对吧 就那种 咱们是一个国家 咱们是一家人 咱们是集体 这种观念在当时没有 军阀之间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你要是在我这儿 想留下 你想跟我这儿弄根据地 你扯 我跟你干到底 对吧 我把你灭了 但如果你要只从我这儿经过 那我可能会稍微手松一点 所以在当时原本应该是这样的竖着的三个防线 在相当多的地方变成了横着来排布了 等于说咱们的这个部队就可以怎么样了 从中穿过了 有点家道那个感觉了 家道而走那个感觉 当然不是所有的 但依然像比如说这个中央系 那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军阀 依然对我们的这个 当时的红军战士啊 进行了这个非常非常猛烈的这种打击 那枪临弹雨 大家如果就是真正把这四个字啊 在我们的脑子里边过一遍 你必须想想什么叫枪临弹雨 想象一下 整个在这个渡过湘江 咱们这个几路啊 军队啊 过这个湘江的时候 非常之惨烈 咱们一共出发 从长征啊 江西瑞金出发 到湖南这边 这一路上就已经损失了一万多人了 那么各种小战役嘛 损失了一万多人 等到湘江的时候 本身就剩下八万六 到湘江之前啊 就剩下八万六 等全部过了湘江 五天的时间嘛 全部过了湘江 能过的都过了湘江的时候 咱们现在就剩下三万人了 所以非常之惨烈 以至于当地那些曾经见证过红军过湘江 包括那些参与者幸存者们 到后来都在说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见过这么惨烈 就自己亲眼见证这么惨烈的事情 那么这个到今天啊 可能当地都还流传着这样的话 叫做什么 三年不饮香江水 十年不吃武昌鱼 所以血色湘江 这是咱们长征第一战 就是渡过湘江 但这时候安全了吗 没有安全 依然是被这个国军这边 那各路军阀 那围着这个包围圈里边 还没有突破包围圈呢 而这时候我们不要忘记 那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的人 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当时咱们伟大领袖 已经是这个被闲置的状态了 王 那我都不能说他的真名 王什么什么 那王什么 还有那个博 那位博什么 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 德国军事顾问 这个奥托布劳恩 李德 这些人在当时 就是咱们 就幸存那些人 都是恨到牙根都痒痒 你怎么指挥的 原谅我在直播间不能说 你们可以打出来 但我不能说 你们怎么指挥的 这什么东西 经营了这么多年 都没事 在这个不断的壮大 结果被你们这一年多 给折腾成这个样子 被迫进行了这个 伟大的长征 我们今天说伟大 当时有人会觉得 这是个伟大的事吗 对吧 咱们不拿结果倒退过程 香江之后 咱们下一件事 就是去哪啊 大家可以看看地图 咱们过了香江之后 过了香江之后 然后呢 这边就是贵州了嘛 过了香江之后 进入到这个 还有乌江呢 还有过了乌江 再写吧 过乌江 过乌江损失也很大 但是过乌江损失没有那么大 但是也是一个 这个 这个就当时的军阀都是那种 就是所谓的地方割据军阀嘛 所以他们就那种 就是浅浅的抵抗一下 过了乌江之后 然后咱们到这个遵义 差点忘了说这个了 就是到了这个遵义 贵州的遵义 咱们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时间呢 是1935年的1月份 这个遵义会议一共开了4天的时间 遵义会议是咱们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纠正了之前的错误的这个军事理念 主席 那咱伟大领袖 重新回来 但在当时还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完全 那他只是军事方面 那证明了 伟大领袖 主席是对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 遵义会议当中 那么清算了之前的这个错误 然后由伟大领袖继续领导 该怎么办 所以遵义会议是一个非常 对这些词我都不能说出来 我知道 但我不能说啊 什么什么那方向那种 这边还是那边 我不能说 原谅咱们这平台的规定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当时这个对 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打在公平上 但原谅我不能在这说啊 然后咱们这个遵义会议 是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所以呢 当这个遵义会议之后 那咱伟大领袖 重新登上了这个 就是有权力的 这么一个身份了嘛 所以开始要带着大家走 虽然说已经是错了哈 但是现在在错误的道路上 走正确的路呗 对吧 咱们看看怎么样能够 这个摆脱当时这个 讲这边几十万大军的这个 围追赌截 所以呢 下一件事就是四度赤水 直到今天呀 四度赤水都被认为是 咱们伟大领袖 有个人军事生涯当中的一个 非常非常啊 这个巅峰的这么一笔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看这个 具体的四度赤水 咱们现在时间不够啊 不可能给你讲那么细啊 今天也是我们后来复盘的时候 发现是四度赤水 它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当时我们虽然过了湘江了 对吧 损失已经非常大了 但过了湘江之后啊 这个四度赤水应该29号开始的吧 还是22号 反正是20几号 尊义会议是这个15号 17号左右开始开的嘛 所以开完尊义会议之后 不到一周 咱们就开始这个四度赤水了 这就是伟大领袖 开始领导我们现在这 剩余的这些红军战士 当时呢度过之后 那赤水就在这边嘛 在这边 你过了这个赤水 赤水基本上在这个啊 就是贵州的中间的 这个大概这个位置 尊义看不出在这吗 这边就是四川了 咱们当时就要奔四川走 要去找这个这个西南这边的 这个不是 陕北这边的红军啊 刘志丹谢子长 他们要找他们去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咱们要往这个方向走 这一路上的这个线路 都是在不断的去找啊 都不知道怎么走 那所以就是在找线路 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 也没人知道到底会走多久时间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个在赤水河这边 咱们都度过去了 后来又奔 奔这个东北方向走 然后呢 走了之后又回来 那回来之后呢 再奔北走 然后呢 再退回来 然后再走 刚当时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没想说 非得是四次 咱们是后来复盘的时候 发现一共走了四次 但这个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军事奇谋 因为你想想啊 虽然你过了湘江了 对吧 但你损失非常大呀 你过了湘江之后 损失非常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人不够多 而当时这边几十万大军 围追堵截你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突围 对吧 你只能让对方 不知道你要往哪走 所以你才能够增加 你生存的概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一共来回来 就走了四回 讲这边啊 一天N个电报 哎 他们往这边走了 就过一礼拜 大家想想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收到一个电报 推测 他们下一步要往哪走 当这个部队调过去 开始往那边调 你调军啊 各位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事情 而且不像今天 信息这么发达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动作 当你们 部队往那边走的时候 推测 他可能要在这边 你去前边 去堵着他去吧 结果调完之后 哎 过了两礼拜 哎 他们往那边走了 你们有种感觉吗 最后一共来了四趟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事情 你今天去 这个作为一个后人啊 你作为一个 已经知道结果的人 你去回顾这段历史 你都觉得 怎么想的 那确实是个军事天才 真的是天才 然后再咱们再说点 就是刚才这属于是 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方面 咱们夸一夸 这个伟大领袖的 这个军事能力 但是咱们再理性点说 所以我讲历史 就肯定尽可能的 给大家理性的去说 再一方面 就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能够 玩出这个奇谋 为什么这个奇谋 能够成功 我再给大家说点 这个理性的东西 这个没有说这个 说他不厉害的意思 就是咱们理性说嘛 给大家讲一下 当时咱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就是红军战士们的这个电报能力 那是远远超过蒋他们的 这个大家不知道吧 咱们当时的这个电报 因为是苏联这边教咱们的 就是共产国际这边 给咱们的这个 带来的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咱们当时那些电报员 全都是在那个苏联那边 就是相当多的 都是在苏联这边受过训练的 电报能力奇强无比 所以咱们是能够破译 当时讲就是国军那边的电报的 对吧 他给那些军阀去这下生命令 我都知道 明白这感觉吗 但是咱们的这个电报 他们是不会用的 而且咱们有土方法呀 对吧 对吧 大家现在知道吧 咱们现在军事还有没有拐动两 对吧 什么叫拐动两啊 拐就是七啊 动就是零啊 两就是二啊 对吧 拐动两拐动两 动一动一 对吧 就是零一零一嘛 对不对 咱们有这种东西 叫有土方法 然后本来我们电报的能力 就是在这个当时苏联这边学的 技术也过关 再加上基于这个技术 咱伟大领袖的奇谋 那再加上咱们的战士 那这个听指挥 对吧 所以这样加在一块 咱们最终玩了四毒赤水 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这么一个奇谋 然后呢 这个四毒赤水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猜当时蒋在哪 你们猜他蒋在哪 大家可以猜一猜 蒋咱们认为啊 你不中央系吗 他老家不应该是在这 他浙江人哈 但是那个就是 当时中央系的这个核心地带 就所谓的这个首都 不在南京吗 不是啊 你看大家都打南京是吧 我告诉大家哈 咱们四都赤水的时候 蒋在哪 也不在重庆 蒋在贵阳呢 在贵阳 看看 咱们四都赤水 本来就是快到贵州的事了 对不对 就快进贵州了嘛 然后呢 您这个当时蒋就在贵阳呢 都站呢 蒋在贵阳都站呢 所以当时给他吓坏了 这帮人啊 就从他那个视角来看哈 这帮红军 我天一会往这边 就往那边 对吧 我这 因为咱们四都赤水 一共是三个月的时间 从这个 三五年的一月底嘛 就是一月二十几号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三月 三月中旬 中下旬 这中间这期间都叫 四都赤水 就咱们一共走了四趟嘛 你想想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啊 尤其到后来 蒋亲自去这个 贵州的贵阳去督战了 又不知道这帮人在哪 对吧 然后呢 到底多少人 现在我也不好确定 然后他们又确实突破了 我之前给他们 已经认为是无解的这三路防线了 你能想象当时那种感觉吗 完全是一个 我虽然很弱 但我照样可以戏耍你 这样的一个局面 给蒋吓坏了 他以为这帮人要直倒我这儿 然后把我给灭了呢 对吧 就是咱们的红军战士嘛 给蒋吓坏了 然后去调各路军阀 什么这个云南的龙云 对吧 然后四川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流香 对吧 然后包括什么王家立 对吧 新年军阀王家立 王家立号称这个 大烟军阀嘛 对吧 就从他自己到士兵 打仗之间先吸大烟 对吧 就这一帮土匪军阀 土著军阀了 别说土匪了 土著军阀 所以这样的话 急调 给我找到他们 给我围困住他们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咱们这个四渡是水的奇谋 非常的了不起 那么后来呢 咱们这个在蒋开始调各路军阀 来保卫贵阳的时候 实际上咱们真正的部队去哪了 去哪了 金沙江 下面一个就是巧渡金沙江 金沙水派云雅暖 大渡侨横 铁索寒 那咱们真正的这个主力 已经到达了这个金沙江 找了一个小部队 然后去这个往贵阳那边走 实际上根本就骗你呢 对吧 我不打贵阳 找你干嘛 我打不过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找这个战略转移的 这个能够让我们继续这个 生存下去的地方 所以真正的部队到了金沙江 金沙江是巧渡 当时呢也没船 然后这个 在那个江底捞出了一条 那个破船 然后这样 用了这么几天的时间 最后一共找到四条还是五条 具体我忘了 这样的话把这个部队 那主力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连夜呀 不睡觉啊 然后开始运到这个 这个金沙江的对岸 然后这样的话 就已经进入到哪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进入到哪了 进入到这个四川了 对吧 咱们就真正的入川了 入川之后呢 这个事情就比较多了 大家也就更加熟悉了 那么这个 比如说刘伯承 后来的刘伯承元帅 然后跟这个 遗族的这边的这个首领 叫小叶丹 大家可能听说过 对吧 跟小叶丹 然后呢 进行这个煞雪为盟 尊重当地的这个民俗嘛 煞雪为盟 然后这个 小叶丹的孙子 然后后来这个 还这个接受到过 咱们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接见 对吧 然后跟当地的这些 这个就是有的 包括路过藏区 对吧 或者是这个 就是遇到一些这种少数民族 然后都是尊重他们的习俗 那就是宁可我们的战士 被他们拿弓箭 或者石头砸伤射伤 也不能够对他们放枪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沿途过程当中啊 会有特别多的这个 老百姓 把自己家里边这个 年轻的孩子 送到这个队伍当中去 你今天想一想啊 就咱们 谁也别唱高调 谁也别跟那装 那我这话有点冒犯啊 就谁也别装 谁也别这个 这个这个 唱唱唱高调 今天如果有一拨人啊 就是一个事业啊 咱咱现在不用革命了 咱的事业啊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 正创业阶段呢 让你加入 你敢吗 对吧 你敢吗 你敢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当年啊 这些真的是自发的 没有人逼你 对吧 没有人逼你 你家孩子可能加到 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 我连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吃饱 我都不能保证 而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吃不饱啊 但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你为什么还要这个 这个跟着我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有一种 明明中的东西啊 是一种信仰 一种力量 在推着他们往前去走 所以这个呢 就是 渡金沙江啊 时间不太够了 我赶紧讲啊 渡了金沙江之后 后边的两件事啊 离得非常的近 理论上发生的地点呢 大差不差 那就在几百公里之内 发生的这个事情 一个呢 是强渡大渡河 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 飞夺卢定桥 大家猜一猜哈 飞夺卢定桥和 这个强渡大渡河 这俩事哪先哪后 觉得 强渡大渡河在前呢 把强打在前面 然后把那个 飞打在后边 如果是反的话 那你把飞打在前面 墙打在后边 好不好 大家觉得这两件事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飞在前 还是这个 强在前 嗯 你看打哪个的都有 对吧 今天明确的给大家 科普这个知识 这就是我们 东方真选 我们图书号 存在的意义 我们要给大家 去讲一讲 咱们的伟大先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请一定记住了 咱们先强度大渡河 然后才是飞躲炉定桥 请一定记住 先强度大渡河 然后才这个飞躲炉定桥 因为这个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对 过过程当中啊 这个 卢写错 还有三点水呢 对吧 嗯 嗯 炉定桥啊 就是请一定记住 先是强度大渡河 再飞躲炉定桥 这件事太多人都 搞不清楚了 咱们今天把这 给大家明确的科普一下 是怎么回事啊 理论上 如果不夺炉定桥 不是不行 对吧 你看你都强度大渡河了吗 干嘛还飞躲炉定桥 不是不行 但是为了增加效率 那为了这个 这个 当然部队之间 也有他们的这种 就是都想立功嘛 对吧 也有这种因素啊 这很正常啊 很正常 这没有什么可这个 这个这个 说说抨击的 为什么会有这两件事呢 他中间 这两件事中间就差四天 四天半嘛 四五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咱们当时呢 进入到这个四川之后啊 这个大渡河 大家应该很熟悉啊 因为在几十年前 也有一个人 曾经在这儿兵败 这个人是谁 大家应该知道 曾经有一个人 在这儿兵败是谁 所以当时讲可开心了 我要让红军在这儿 跟当年那个人一样兵败 没错 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出走的那个 一王十大开 太平天国首议六节嘛 洪秀权 杨秀卿 然后这个萧朝贵 然后伟昌辉 这个冯云山和石大开 手议六节嘛 然后这个石大开排第六嘛 也是太平天国里边 这个学问最高的人 中过五举 石大开当年自己出走之后 1856年 天经变乱 就是红军权那帮手下 互相杀嘛 所以这样的话 石大开后来也是 这个负气出走 带了五千多人 最后在这个大渡河 被清军 这个击败 然后石大开后来 被这个凌池 然后呢 当时那个蒋可开心了 我要在这 把他们干掉 因为大家知道 蒋最崇拜的人是谁吗 他崇拜的人很多 其中他非常崇拜 包括他写了一辈子日记 知道受谁影响吗 说到这 应该大家就知道了吧 受谁影响 曾国藩呀 对吧 而当年剿灭太平天国运动 所谓的这个功劳第一的人是谁呀 那也是曾国藩呀 对吧 曾国藩的乡军 攻到这个南京嘛 就是今天的这个这个南京城啊 当年叫天津 对吧 所以这个当时 这个他们写的可不叫起居住 他们写的是日记 他们写的那叫日记 都是教育人的 就是那个明显是写出来 给别人看的那种 对吧 在这如果有质疑 我说对这个曾国藩 说的不客观不理性的朋友 您可以去 我不知道网上有没有 你可以去翻一翻 我是明确的给大家一点不黑 我拿曾国藩日记 给你讲曾国藩日记 对吧 大家应该见证过 这个去年还是今年的事 我忘了 曾国藩自己天天教育自己 哎呀 我要不能看美女 对吧 过天过两天继续看 对吧 哎呀 我怎么这么坏 对吧 然后我要这个好好的这个这个这个打坐 然后休息啊 不能睡觉什么 过第二天 宴起 对吧 我没骗你们啊 曾国藩自己的日记里边 自己就就写这个 你可以说他很实在 但是你说完自己都做不到 你对吧 我干嘛不找一个这个更加能够言行一致的人去学习呢 对不对 然后当时在这个大渡河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啊 找了半天这个地儿 叫交平度 叫交平度 在这儿咱们那个先前部队就已经到了 那交平度 发现这儿呢 水相对来说啊 算缓一点 然后相对来说 这个地方呢 水没那么深 这地方当时这个 这个国军这边都已经去这个 做好了一切的这个准备 然后把这个周围的那些啊 人该撤走撤走 然后呢 不给留下任何的装备 然后俩补给啊 粮食都没有啊 然后这个对岸啊 设防 然后这样的话 当时咱们的先前部队到了这儿之后 就发现就不行了啊 然后就开始这个 一方面进行这个摸索 然后再一方面就开始找 正好赶上一个当地的这个土裁住 然后他呢 想逃跑 那知道要打仗了要逃跑 把他那个船给缴获了啊 然后咱们这样的话 就开始这个在附近啊 进行这个就是算是踩点成功了吧 然后等大部队慢慢到来 然后这样的话 当时的后边 就是这个 因为你已经跳出包围圈了嘛 过了金沙江之后 已经进入到四川了 就已经 就已经完全出了这个包围了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这个蒋就接着派部队去追击 当时追咱们的人 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这个人面啊 叫薛岳 大家听说这人吗 啊 后来的这个抗战的英雄啊 这个长沙会战 对吧 天独战法 薛岳啊 薛岳活到九几年呢 但是这个 从这个时候来说 那那就是敌人啊 那就是敌人 薛岳当时这个 带着部队 正在追咱们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危机 咱伟大领袖又是啊 开会 然后跟这个 当时去这个 决定怎么办 如果就在这个角平渡这边 那去渡这个大渡河的话 虽然说已经 已经能够直接过了 但是效率会非常的低 怎么办呢 赶紧再换一个地 因为这块是安顺厂嘛 对吧 咱们要去那个安顺厂那边 大家可以看看 这地名现在都有 你看这不是安顺吗 大家看到了吗 安顺厂 在安顺这边 咱们要从这儿 从这个角平渡往上 就是大渡河这个往上 就是卢定桥这边 在安顺这边 当时的话距离是240里 也就是100多公里 当时用了这个一晚上 一晚上多点的时间 咱们就到了 然后当时呢 就是顺着这个河 两路一块往上走 就逆流而上嘛 所以大家要明白吧 这个为什么刚才我说啊 其实理论上 这个卢定桥 你不夺 倒不是不行 就不是必须夺 因为你看啊 夺卢定桥 大家就能知道了吧 是哪拨人夺啊 是这边的还是这边的 大家应该能明白吧 这边夺卢定桥 这边夺卢定桥 上面的还是下边的 明显是下边的 对不对 因为你卢定桥在这儿嘛 对吧 你下边这拨人 是要去夺这个卢定桥的 上边的这一部分 是不用的 因为你已经 在这个河的对岸了 咱们要往北走嘛 往西北走嘛 对不对 西北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在当时 这个两股部队 也都想 自己的军功 然后再一方面 就是确实 你夺了卢定桥之后 效率会更高 等到了卢定桥之后 还是这边的这个 下边的这个部队 还先到的 到了之后 就傻眼了 怎么办 就13根铁链子 然后这个桥 是康熙年间制造的 当时也好几百年了 康熙年间制造的 然后上面 没有这个木板 都被撤走了 然后对面 就是这个设的设防 然后呢 关键这边还没到 那咱们这个 所谓的就是 北边的这一路军 就是所谓的 就是右路军嘛 还没到呢 左路先到了 而左路恰恰是要 这个夺这个卢定桥的 所以冒着这个 枪林弹雨 去这个跨这个桥 然后呢 一共是22个战士 也有说21个 也有说23个 反正今天 在卢定桥边上 一共是22个柱子 就代表当时 这22个这个 这个先前部队的勇士 这22个人里边 其中好几个 也是到这个角平路 也是他们先到的 就多大渡河 也是他们先去的 去踩点 去汤水去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艰难的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呢 这个 到了这个卢定桥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部队 就已经是这个 就是筋疲力尽了 然后大家要知道 这边 包括这个大渡河旁边 全都是山 今天大家如果拿卫星图去看的话 这些山上都是雪山 都是雪山 海拔都是上千米的 然后呢 他们在 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左路军 就是要夺桥的这一波战士们 他们走的这条路线 比这边还要更险 比河队岸要更险 而恰恰他们走着更危险的路 还要去夺卢定桥 特别特别的这个艰难 所以这样的话 最终 那还是这个 上下结合 那最终把这个卢定桥夺下去 然后咱们摆脱了血液的追击 然后呢 就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四川府地 然后等真正到了四川府地之后 那么 强谷大渡河 飞脱卢定桥 也取得了这个重大胜利 咱们下一件大事 就是这个 大家听着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 来切个特训 摄像大叔不在 就是所谓的这个过雪山 和这个翻雪山 和过草地 这书怎么选呢 我也不好说 就只能看成年人适合看这个 就是大一点的孩子适合看这个 然后呢 这个红星照中国是不分年龄段 初高中就已经是必读的书籍了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看到这个松攀了吗 这个松攀草原 包括若尔盖湿地 这就是咱们俗称的过那个草地 然后呢 嘉金山就在这边 那嘉金山在这边 然后当时这个过嘉金山 嘉金山在这儿哈 嘉金山当时要过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 就是难的事情 我写上吧 先是翻雪山 然后过草地 过这个雪山呀 当时有三条路 左边绕 右边绕 和中间翻 大家都知道吧 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哪个呀 最后我们选择的是 翻雪山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 往左边走 那你能到达那个 那个那个 到这儿 能到西昌 那你从左边走嘛 就从地图上看 往左走能到西昌 然后呢 你往右边走的话 就离成都更近 然后这样的话呢 当时伟大领袖 又是最后拍板 走中间 那最难 没办法 但是要走中间 不然的话 咱们能想到的 这个哪好走 那他在这儿 不可能不囤兵 对不对 咱这毕竟跟二战的时候 不一样 各种奇谋 我骗你什么的 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我骗不了你 我只能走一个 非常非常艰难的道路 所以翻雪山 然后呢 最后用了这个 累计啊 一共走了十多天 但是实际上这个 就是最近的 这个最快的速度的话 大概用的是四天的时间 翻过了这个嘉金山 然后呢 就是过草地 过草地之后 就可以出四川了 那么在过草地的时候 这就是 这个 什么金色的鱼钩 包括那个 翻雪山的时候 那个晶莹的封碑 就是出现在这个 翻雪山时候的事情 然后晶莹的 那个那个那个 晶莹的封碑 是翻雪山吧 然后那个金色的鱼钩 是这个过草地时候的事 一个是松攀草原 和这个若尔盖湿地 然后正好赶上咱们这个 长征的时候 这是气候特别不好 当时的这个气温低 所以那个草地就变成了什么了 变成了沼泽 走一步下去 你就可能走错了 再也出不来了 那个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水 都是黑的 所以当时的战士们 本来就有的就是 就是草鞋布鞋什么的 根本不顶用 你脚腿 但凡要是这个破了 被那个污水 那一染 你这个可能就是截肢 就破张风 然后就感染 就可能就截肢 没有别的办法 非常的这个艰难 然后呢 那个草地啊 长度是200多公里 宽度是100多公里 绕得过去吗 绕不过去 那是海拔多高的地儿呢 各位看看这地儿 对吧 这地儿平均海拔2000多 对吧 根本就过不去 所以只能穿过去 所以中间又是大量的这个 这个战士 那就是不是死在了这个枪 枪弹枪炮中 那是死在了这个自然环境当中 然后包括咱们学那个 那个倔强的小红军 那是吧 陈庚 后来的陈庚大将 当时也脱队了嘛 然后他自己骑着一个兽马 然后碰到一个小红军 那是吧 小红军后来自己饿死了 那是吧 就是所谓叫非战斗检员嘛 非常的多 然后呢 等过了这个弱尔盖师弟之后 咱们就已经到了哪了 到了这个陆南地区 对吧 就是甘肃的这个南部地区 然后在这儿 就当时碰上了胡宗南的部队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蒋手下啊 有那么几个大金刚嘛 那是吧 特别厉害啊 就属于是这个A级 但达不到S级的这么一个人物 然后当时在这个 咱们刚刚穿越完草地 进入到这个甘肃 就跟那胡宗南打了一仗 咱们赢了啊 我们这么 这个没有后勤 这么疲惫的一支部队 居然把胡宗南给打赢了 所以这样的话 然后就 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 这个陕西地区 咱们先是呢 在这个吴启镇会师 两个小会师特别多啊 大会师一共是两个 一个是吴启镇会师 这个呢 是中央军 就是所谓的红衣军 和这个陕北红军会师 刘志丹谢子长他们啊 这是吴启镇会师 而吴启这个人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 就是这个当年啊 帮助这个很多国家啊 都曾经练过兵的这个吴启 就吴启镇练过兵嘛 所以叫吴启镇 然后呢 再过了这个 这个几个月之后 然后呢 是这个 在甘肃的惠宁县会师 在甘肃的惠宁会师 然后这个会师呢 就标志着 那三大主力 就是所谓的中央 中央就是红一军啊 中央军 然后呢 红二和红四 这个完全会师 这时间是1936年的10月份 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终取得了胜利啊 所以这个是咱们一个简单的啊 把这个红军的这个历程 从第五次反围角失败啊 咱们从这个建军开始啊 27年8月1号建军 一直到这个长征啊 咱们给大家算简单的过了一下 以我拙劣的语言啊 以我这个极差的历史学和素养 只能给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 咱们没有展开过多的细节啊 讲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 就是长征呢 是一场伟大的战略转移 没有人知道这个会不会胜利 更没有人知道啊 当时的前途 希望 未来在哪 也没有人知道 49年之后 未来 我或者我的子孙 能不能享受到什么所谓的待遇 没有人知道 所以请不要认为长征是逃命 请不要去亵渎那些先烈 今天呢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资格去 呃 亵渎他们 那么 他们真正的是为这个共和国的开创啊 甚至在共和国开创的初期阶段 就已经把自己的一生 甚至把自己的家人 都奉献到了这个事业当中 而他们自己 就是可能很多人啊 平均的年龄都是在十几岁 当时咱们的那个 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啊 就是干部们的平均年龄 才三十出头 然后 非干部的平均年龄 就是士兵的平均年龄 才十几岁 都不到二十啊 你能想象一下吗 所以曾经这个 我都忘了 是到底是什么时候看的了 就是那个老红军战士啊 现在越来越少了 你想想红军长征是三四年到三六年 对吧 就算那时候他十五岁 他今天多大了 对吧 也得一百上下了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我忘了什么时候看的了 就是那个老红军战士说 这个我现在都八九十岁了 说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去世了 当年我的战友 十几岁 二十岁 就死在我旁边了 我到了这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阴间 他认识我吗 对吧 大家真的你闭上眼睛 去想想这句话 对吧 这是多么多么的 让人觉得又心疼 又觉得悲壮 同样又觉得 你跟他俩语言都没法去形容他 你只想过去抱一抱他 那甚至真的就想去这个鼻头一酸 那么你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去形容这种 那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童年 跟我们经历的童年 他们的青年时代 跟我们的青年时代 完全不是一个这个感觉 对吧 而他们更多的人是没有享受到胜利结果的 而我们作为后人 恰恰享受到了这些先烈们 他们为之奋斗了 可能短短的一辈子 他的一辈子可能只有十几年 可能只有二十几年 对吧 更多的人都是死在这个路上了 而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我们更多的记住的也是那些 就是将领们 对吧 那些这个领导者们的名字 而那些更多的牺牲的人们 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对吧 我们也很难去为他们 或者为他们的后代 他们可能也没有后代 去做点什么 所以其实 当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 这个不好了 当你觉得自己现在生活的 无聊的时候 请去看一看 这些曾经在不到一百年前 他们有的人可能现在还活着呢 对吧 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个时代 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当你想轻易的去这个 品评这些历史 不叫品评 点评这些历史人物 哎呀他怎么这么傻 他怎么这么干 他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 那你请真正的去了解一下 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可能当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会觉得 我珍惜我现在就可以了 对吧 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抱怨说 现在的这个 这个东西 一切只要我们通过努力也好 还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在那个年代 你可能努力 那没有希望 你除非去革命 你除非去打出一片新天地 而你自己还未必是能够享受到 结果的那一拨人 整个红军长征 咱们把这几路红军全加在一起 1934年的时候 长征开始 当时有20多万人 咱们粗浅的说一个数字 20多万人 真正到达这个陕北的 就剩下2万人 所以是90%以上的伤亡 那你想象一下 那么之后还有八年的抗战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解放 然后再到49年 这中间有多少人牺牲 这还不算这个百姓的伤亡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生活在了一个不错的时代了 大部分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 对吗 但如果你真的有全球视野的话 你会发现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战争结束过吗 从来没有结束过 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 让我们享受到了几十年的和平了 所以其实大家这么去看的话 可以珍惜 可以去珍惜 然后呢这个是岳飞传 岳飞这是古代人 咱就先不说了 然后呢这里是中国这本书 它呢对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有意义 国庆节类 我没有推销的意外 你愿意买就买 不愿意买就不买啊 就这本书 国庆节送给一个孩子 或者送给一个青年人 您的朋友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套书籍 上册呢 讲的是祖国的山川地理 它主要都是这些彩图 非常漂亮 铜板纸印的 你看 这是当年那个李广丽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那个奸章 西汉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美的照片 主要讲的是这个 地理方面的东西 然后呢 下册呢 更多的讲的是这个 人的建设 比如说这个西淀东宋啊 西西东书啊 南水北调啊 对吧 各种各样的高原铁路啊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最后 这个结语的话 我就放在了这个啊 一百年我们重塑了一片山河 一百年我们振兴了一个民族 一百年我们改变了一个国家 这里的我们也包括你 今天我们不需要去 战场上抛头炉洒热血了 当然这个事儿 这个咱们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只要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们在自己的职业 这个身份上 好好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们去能够把自己的一点点的正义 一点点善良 一点点良心 在你自己为原心的这个小圈子里面去拨洒一点点 辐射一点点人 那么如果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相信有一首很快智人口啊 的歌词 虽然很俗气啊 很快智人口 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更美好的名片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呢 今天我呢就到这儿 稍微占领点小孩的时间 不好意思啊 然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 不满没有关系 您捧个人场 我们照样很开心啊 图书号 平时虽然说这个六遍事很多了 但依然会给大家去月亮 去讲知识 讲我们的历史 讲我们的文化啊 好了 我们前景头欢迎小孩吧 啊 来点是吧 啊 哈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刚才其实从九点出点头 然后到现在我都坐在旁边进行厅 非常感动 我就想到那个小学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长征 24集的电视剧 嗯 然后每次听到那个主题曲 红军不怕远真难 万水千山直等闲 当时就内心就会深腾起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然后今天冯宏讲了之后呢 我是就是像学生一样 在那边认认真真做了四十几分钟 非常好 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今天这段是一定要多剪出来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各个其他的平台上 希望吧 我们的直播间就是 嗯 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在物质文明 那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文明要更加的去建设 因为不然的话 嗯 你要知道一个华丽的空壳 其实可能反而你还不如一个朴素的灵魂 对吧 嗯 好吧 每次我跟冯凤两个人就私下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聊更多的就是如何在图书号当中能够更多的加入一些文化的元素 再去更好的平衡这个卖货呀以及相应的文化的一些 没瞎说我俩真的经常聊 对 经常就聊这个事儿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处在一个平衡当中 嗯 要把我们呃这个平台要求做的事情和我们想做的事情去做一个结合做一个平衡 这个路呢其实很难走 但是我觉得一块走挺好 一块走挺好 就我刚才在旁边我真的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今天讲的太好了 我讲到最后 真的太好了 鼻子稍有点酸啊 没哭啊 但是鼻子有点酸的 太好了 确实很惨 你就想象一下 几十万人死掉了 什么感觉 天哪 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胜利 真的是这种感觉 所以咱们 就反正至少以我们来说 我们没有资格去抱怨任何事情 就努力吧 对吧 能做点 什么就做点什么 能更多的拨洒一点这种善良 或者是三观啊 正正义感 那就拨洒一点 对吧 这就是我们至少自己 尽在那里 对 微博之力 对 微博之力 至少个人问心无愧 对吧 I'm a good man 然后这个 这个我自己尽力了 就是这样 好吧 感谢我 哎 你跟我客气 不是 你今天真的把我讲的太等了 我就我帮直播间更多的朋友报告你 好 好 行了 咱们这个今天就到这 啊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去那边多吗 没事 回头那个我再去那个那个场景 那我再车了 哎 你什么时候来图 下次排班这个 不知道 不知道 接着讲 继续这个话题 到时候大家在公屏里面多多提醒蓬蓬 从这个继续往后听 我也会准时守候 太精彩了 刚才一段 所以朋友们呃 其实我们今天从八点钟开始 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钟 这个阶段呢 我们会主要的讲更多的好说 以及书里的一些内容 刚才一段 说实话 我在旁边 非常有想哭的冲动 已经快 控制不住自己了 呃 这段历史呢 我们必须要记住 其实不管是血染香江 遵义会议 四渡赤水 翻雪山 还有过草地 我觉得冯凤讲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没有人知道前途是如何 但总有一些人能够负重前行 尽管前方只有非常微弱的光芒 他也不愿意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 怎么说呢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不能没有英雄的 而且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是不能没有先锋的 当然这些人的尝试 或成功或失败 我们无法去品评 无法去猜测 无法去预测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一个国家的未来 是需要这样的先锋的 而参与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们 他们都是属于民族的英雄 属于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的事迹也好 精神也好 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 共同的历史记忆 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吧 应该是这样 虽然我们是生活在 非常和平的岁月 海燕和清啊 但是我们要牢记 革命先辈 为我们的事业 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牢记这样好的时代 是来之不易的 其实有句话这么说 创业难 守业其实更难 守业其实更难 今天我们 祖国正在发生 日新月异的一些变化 我们其实啊 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一些目标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 你会丧气 你会沮丧 但是时常去回顾 英雄们那些事迹 时常去看一看 仙烈们 抛头颅 洒热血 却无怨无悔的 那一段过去 我相信直播间的各位 都会热血满满 我们可能每个人能力 都是有限的 只能先顾好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但不管怎么说 人人光明 则世界光明 这句话 其实是我当时 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中文老师 跟我讲的 人人光明 则世界光明 不要先想着 把盘子拖得多大 让更多人 获得什么幸福 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人人光明 则世界光明 我们要铭记一切 为了我们的民族 还有我们的后代 子孙后代 做出各种贡献的 英雄先辈们 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 同时也要去 关爱英雄 刚才今天 说实话就是 听到彭彭讲了之后 我整个人也是 有点 讲太好了 下次继续 其实今天 拖到 十点钟 或者甚至拖到 十点十五 十点二十 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好的 感谢各位 那之后 像飞飞 萧萧 彭彭 还有我 都会给大家 带来 这方面的内容的讲解 其实 我们内心 都是很激动的 有很多的故事 想跟大家去诉说 彭彭今天讲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 那明天飞飞呢 会给大家带来我们壮美山河的诗篇 萧萧会带来一代中国人奋斗的历程 彭彭会讲如何通过科技来振兴一个民族 而我在周日晚上 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家国情怀 我为什么选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中华文化 它从根源上来看 是一种家国同构的文化 家国同构的文化 从家到一个大的家族 然后再到一个国家 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很多现代概念的引入 我们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 从家到家族 再到我们现在的国家 所以我选了话题叫做家国情怀 也希望在这一个月里面 各位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 收获更多向上的力量 先辈们做出的那些贡献和壮举 我们要倍加珍惜 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我们可能想去经历那段艰难的岁月 感受先辈们的艰苦创业 闭路蓝旅 但是时间是只会非常冷酷的向前推进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就是缅怀先烈 牢记他们的贡献 从而站在巨人的肩上 能够更进一步吧 其实今天说再多的大话 也感觉驾驭不了这样辉煌的一个主题 我只能更多的跟各位去分享 内心那些感受 谢谢各位 真的谢谢各位 然后刚才在讲到长征那些故事的时候 包括红星照耀中国 艾德加斯诺的代表作 这个书其实初高中的孩子都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比小韩讲的要更精彩 然后长征呢 也是它分为上下两本 我敬意各位 如果只是想简单的了解长征的故事的话 其实这本就已经够了 但如果想了解的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全面和系统的话 上下两侧可以 当然我也非常推荐这套 这里是中国 这套书自己看完之后 就会感受到祖国山河是如此的壮美 内心就有想要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山河的这样一种心愿 一颗种子就被埋下了 这个山河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走一走 看一看见证它的美丽与伟大 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是新时代的建设者 好 那今天这个 主题的部分 我们就先到这里 先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小韩的慢直播